每個過去我小天生夜 但你每次每次也在乎 各位朋友們喜歡平安 我是梁牧師 今天由我領大家一起祈禱 《詩篇》124篇8節 《我們得幫助是恩造天地之夜和華的命》 大家可能都聽過一位二叔臨場信仰故事 有一個人夢見到耶穌在沙灘上含酒 他回顧生平看見沙灘上面留下兩行的竹刃 就是主耶穌一直與他同走人生的旅程 但他發現在他最艱難、最痛苦、最軟弱的時候 沙上面只留下一雙的竹刃 於是他問耶穌 主啊 為何你在我最艱難、痛苦的時刻裡 你竟然沒有和我一同同行呢? 主耶穌回答他 親愛的孩子 你看見那一雙的竹刃 就是因為你最痛苦的時候 是我背著你去走這條路 雖然這只是一個古老的信仰故事 但卻完全這樣回應著詩篇124篇的訊息 如果不是上帝的愛 我們怎能走過人生重重的難關呢? 我們一起同心的祈禱 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 如果不是你幫助我們 我們一早被敵人擊敗 被巨大的困難掩沒了 求你幫助我時時刻刻都怒記 祈禱你自己的愛 你是信實的 一步都沒有離開過我們 當我陷入了人生最困難的時刻 求你教我 不要忘記你一直都與我同在 你不只同在 更加保護著我們 求主叫我在今天所面對的人生困難當中 無論是大事或者小事 都能夠在細節當中看到主你的足印 感謝你愛我 扶持我走過重重的障礙 我感謝讚美尼 祈禱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門 保羅在《提摩太后書》第四章三到第四節裏面說到 事後將道那時人會厭煩健全的教導 已對於法養就隨心所欲地增添好諧教師 並且掩耳不聽真理偏向無規的傳說 這裏說是人 但保羅主要是講教會裏面的人 很快人回來教會就不是想來聽真理 而是想來消遣聽故事 很快人就會覺得《茶經》這件事很悶 聖經那些事情可能都不會做 不如實際些開心心催下水更好 保羅認為《提摩太》看到人這樣的時候悶悶 是否應該順應民意 不是 保羅說 無要傳道 無論得事不得事 有時講道人會有回應 好像很多修割那樣 有些叫做得事 對師神 但是有時 不是 你說到人家都睡著了 反應是 又是3 point sermon 即是三腹皮 說多些無厘頭的笑話 保羅怎麼說 說下門檻是不是 不是 他說總要專心 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 責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奇怪的是 其實今天你進到教會 不是沒有講聖經 不是沒有講聖經的故事 全部都有講 不過當是神話故事這樣講 充滿娛樂性這樣講 打羅打鼓 只要唱歌仔這樣講 唯一是 是真是假 就不要講 講那時候大家聽到 Happy 拍散了手掌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其實 在很多時候 現在這個時代的教會 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不是掩著對 以不聽聖經的真理 偏向無稽的傳說 是明明聽著聖經的真理 以為是無稽的傳說 大兄姊妹 我們需要的是 健全的教導 順全的教義 重要 不只是講 講到那時候 天花龍鳳引人入星 而是信 真是信 那些是真事 是真是影響到我們生命 需要all in的信的真理 接下來這幾個月 我會預備一些 我護教學的材料 是主要給生命小組用的 悶不悶就見仁見智 但是如果大家能夠把握 這些信仰的原因的時候 自己對信心就可以有把握 也都會更加能力 可以信服到身邊的親戚朋友 這些不只是神話傳說 這些是真理來的 相信的時候是得到永生的